Loving Family 真爱在我家 这里是佳音广播电台FM90.9 现在为您播出的是真爱在我家 我是金培文 这个节目是由台北基督之家 天生传播协会和佳音广播电台 联合为您播出的 我们同时在罗东的 Love Radio FM90.3 Love Radio FM90.3 从5点05分到6点播出相同的节目 由于我们这个节目是周一到周四的 每一天的下午4点05分到5点播出的 是在大台北地区 有一些听众朋友们 你可能是在大陆地区 或是在其他的地区 收听我们的网络节目 透过台北基督之家的网络 或透过天生传播协会的网络 你收听的节目可能是网络的 不是现场的 所以有一些的听众朋友们 就有反应了 就说可不可以不要 前面每一次都有一些台呼 说了一长串 或者放音乐 说我们听了很不过瘾 因为我们听了一段 为什么就放音乐了 然后等个两三分钟 我们才能够听到下面的分享 那在这里我也非常谢谢这些 终于我们真爱在我家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 表示你真的有认真在听 而且你很在乎 所以你嫌音乐太长了 或者你嫌有台呼 但是因为我们是广播节目 有的听众朋友不是刚好这个时候收听到 他可能半路听到了 为了让一半转不到我们电台的人 知道这是什么电台 所以我们在每一次的节目中间 我们还会再插播一次台呼 让后来近来听到的听众朋友 能够知道这个节目是在哪个电台播出的 所以当然对网络上面点选收听的听众朋友们 很抱歉让你有觉得重复的感觉 以及你必须听一段音乐 在等候下面的分享 那其实我们播放的音乐都是非常好听的 让我们的听众朋友 不会这么神经紧绷 听着十分钟的分享 所以在十分钟分享以后 我们就会有一段音乐 让你们款充一下 希望听众朋友 继续能够支持收听我们的节目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直升机父母这个名词 直升机父母是指父母亲过分介入儿女的生活 或者是过分保护干预他们生活的父母亲 因为好像直升机一样一直盘行 在那边转 所以我们成为直升机父母 那么在日本也有类似的概念 叫做怪兽家长 是学校对于以自我为中心 不讲理的监护人 或者是父母所造成的那种困扰 所以他们称这种叫做怪兽家长 是从日文翻译过来的 这个缘起呢 直升机父母缘起这个名词 最早是出现在 有一位畅销书的作者 叫做海姆吉纳特 Ham Ginut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父母和青少年 英文翻译叫做 Between Parents and Teenagers 其中有一名青少年抱怨着说 妈妈像直升机一样 在我旁边一直盘旋 在英文版里面说 Mother hovers over me like a helicopter 在2000年的时候呢 在美国大学的一个学务单位 他们开始注意到这个词 所以这个当时1981年到2000年出生的 我们所谓的80年代的这个Y四代的 开始进入大学了 其中有一些父母 每天上午叫住校的儿女起床上学 并且对教授抱怨 教授给儿女的成绩不佳 因此他们就给这样子的父母 称为叫做直升机父母 我们今天在节目中就要跟大家谈谈 直升机父母是什么呢 他有什么特征呢 以及他带给孩子的影响是什么呢 我们休息一会儿听段音乐 忍耐等候哦 马上回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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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在天下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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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彼此可以互相 过分的介入老师的教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切的一切的事物 如果我们总是 这个依赖性太强的孩子 应该怎样怎样怎样 这个是直升线 周六是学体育上体育上体育课等等 哇 周一到周六都排了满满的 有这样子的父母 我们常常很希望他样样都精通 有的父母告诉我说 我的孩子还小 我看不懂他什么才干 所以我多给他参加一些这样才艺班 好发掘他的才艺 他的长处在哪里 一致弄了孩子也累 父母也忙于接送也非常的累 父母也忙于接送也非常的累 那亲子的关系就会失去了很多的时间 所以这是非常可惜的 第六个直升级父母的特征呢 是父母深信了成功的定义就是要读大学赚大钱 因此很在乎成绩的好坏 一天到晚就是在意孩子考了几分啦 考了第几名啦 王大毛考第几名 那你怎么才考这些呢 就非常在意他的成绩 甚至有的时候会到学校去跟老师理论说 你好像给我们孩子分数是不对的等等 这样子的父母是太在意孩子的成绩了 在我的教会 我曾经分享我在教会是牧养青少年的 在我的教会每一次碰到小孩子要期中考了 考试了 你就会发现我们的孩子 很多的孩子是一定逢考试 就没有出现在教会的活动当中了 每逢考试就是这样 当然也有一些的父母亲是孩子在怎么样 他们礼拜六周六一定要带他们来到 我们的学生母去参加聚会的 他们看中孩子属灵的成长 但是也有一大部分的父母亲 碰到孩子考试的时候 周六的活动就会不会出现 那通常我们问孩子 你上礼拜没有来 我因为要考试 所以我妈妈爸爸要我留在家里读书 我不是说读书不好 我不是说孩子不应该留在家里读书 而是过分看中成绩 太在意他了 前两天我还听我们国中的辅导在分享 他说他的国中组里面有个孩子 在小组中就分享说 每逢考试的时候 我的爸爸妈妈就非常的焦虑 非常的紧张 他提出来请组员为他的爸爸妈妈祷告 让他考试的时候 爸爸妈妈不要那么紧张 他说因为爸爸妈妈紧张 弄了他也会很紧张 这是非常明显的一个直升机父母的特征 第七个直升机父母的特征 就是父母将孩子的表现当做自己的成就 替孩子决定未来 当孩子有好的成绩的时候 哇 父母就非常的得意 好像是自己的成就一样 当孩子一点失败的时候 父母就非常的沮丧 就认为是自己也失败了 好 这是我们跟大家分享 在《亲子天下》里面写的 直升机父母的七个特征 我们进一段音乐 我们等一下继续聊 直升机父母的话题 马上回来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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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titudes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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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мн 字幕志愿者 忍 trout He is able But if He chooses not to move In the way we prayed He would I'm confident He's working All together for my good I will stand behind His word For He, He is able Questions seem to haunt us Night and day How could God allow my heart To be torn this way Does He listen when I call Is He even there at all And yet I know When my eyes fail to see He is able And even though it seems impossible to be He is able But if He chooses not to move In the way we prayed He would I'm confident He's working All together for my good I will stand behind His word I will stand behind His word But also 为孩子安排一切的活动 第六个 父母生性成功的定义 便是读大学赚大钱 因此很在乎孩子的成绩 好坏 第七点 父母将孩子的表现 当作自己的成就 替孩子决定未来 所以透过这七点 我们听众朋友 你就来看看 你是不是直升机父母 过去我曾经做过直升机父母 直升机父母 无所不在 无所不管 好像一架直升机 在孩子的上空中 头上一直转来转去 一直转来转去 所以爸爸妈妈的 我们都会关心 我们要照顾我们孩子 这是人之常情 可是家长有的时候 要懂得放手 让小孩子学习成长 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 要给他时间跟空间 让小孩学会自动自发 而且可以自己做决定 而不是凡事都必须仰赖父母亲 所以我们应该来避免 我们自己成为一个直升机的父母 不要紧迫盯人 不要常常用电话来追踪我们的孩子 也不要代替我们的孩子 处理生活所有的事情 按照他的年龄 他可以处理的 他要学习自己去处理 不要事事都为他想得很好 他上了大学 他仍然不会剥橘子皮 不会吃香蕉 我曾经分享 我有一个好朋友 他就是直升机妈妈 他非常照顾他的两个孩子 有时我送了读大学的儿子 一些苹果 然后柳橙 因为我刚好去探望 我的儿子在学校的附近 那我就多一点的 我就拿去给他 他就说 靳老师 你不要送我这些东西 我不会吃 我说你不爱吃苹果 你不爱吃柳橙 他说不是 我不会削皮 我连柳橙 我也不会知道怎么吃 我说 那你以前从小到大 不吃苹果 不吃柳橙吗 他说不是 是我妈妈都帮我削好皮 然后柳橙 都是妈妈帮我切好剥好 我才会吃 现在住校了 没有人帮我做这个事 我不会做 我就觉得很好笑 我就跟他开玩笑 那你就赶快交个女朋友 让女朋友帮你削苹果皮 让女朋友帮你来切柳橙 虽然这是开玩笑的 但是如果真的 他的女朋友碰到 这个生活无能的 这个男朋友 应该也会受不了的 所以我们不要让我们孩子 处理太多的事情 以他的年龄 他可以做到的事情 他要自己做 也不要帮助孩子 决定未来的志向 我曾经看到有一篇报道 讲到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子 她从小到大都是照着直升机父母 给她的规定 读什么小学 读什么中学 读什么大学 去选什么科系 父母告诉她说 你要学医学 医学才会赚钱 而且她是会读书的 可是这个孩子从小就跟她的父母说 我的志向不想做医学 我很想我能够有一天拥有一家餐厅 这个餐厅我要照我的想法 布置成非常创意的一个复合式的餐厅 父母说你开什么餐厅 你能赚什么钱吗 你做医生才赚很多钱 所以父母从小到大帮她安排好 然后她就不得已 只有照着父母的安排 就去读小学中学大学 甚至出国留学 最后终于在美国拿到了一个医学的博士 她父母也来参加了她的毕业典礼 非常的开心说 终于我的孩子能够大学毕业了 而且拿到博士文凭 可以开业做医生了 可是没有想到 在这个毕业典礼玩的时候 这个孩子就公公公公公公的 把博士的文凭就交在父母的手上 她说你们的目标 你们的梦想 我已经帮你达成了 现在是我要开始追求 我自己梦想的时候了 爸爸妈妈妈对不起 我没有办法照着你们心意去做一位医生 说着她就跟父母拥抱 就say bye bye 父亲愣愣站在那边 发生什么事情 结果这个女孩子呢 就到了另外一周去呢 就用她的努力去学习怎么来做餐饮 然后开了一家餐饮店 而且是非常创意 非常这个适合这个年轻人喜欢去的一个餐厅 他就完全抛弃了他医学博士的头衔 完成他的梦想 他说呢 医学博士虽然是一个好的头衔 但是不如完成我自己从小到大的一个梦想 来得扎实 来得丰富 这个就是直升机父母 为孩子安排 所有一切 最后所造成的一个后果 那开餐厅有什么法 很好啊 可是父母亲却有一个非常大的失落感 毕竟孩子为他达成了梦想 但是孩子的梦想还要自己去追寻的 父母要学习放手 不要再做直升机父母了 当然为什么会产生的直升机父母 也有心理学家他们有做一些调查 他们发现直升机父母呢 通常是有的时候是一个补偿的心态 他们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 时常焦距在自己成长中的缺憾 比如说小时候因为经济很差 没有办法学钢琴 或者是学才艺 那么到了他自己成为父母的时候 他就想尽办法去圆他自己的梦 像我刚才说的这个例子 所以有一个补偿的心态 就加注在他的孩子身上 来圆他没有完成的梦 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少子化 台湾的地生育力让孩子变得很珍贵 当一个家庭只有一两个孩子的时候 父母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孩子的身上 以致所有的事情都被父母亲所安排 期许将来能够成龙或成凤 以致父母亲就变成一个直升机弹弹转 当然也是因为大环境的变动剧烈 面临全球的经济的快速的变化 很多父母有危机意识 甚至自己家人或者是经历裁员 或无薪假等等 对孩子的未来就很忧心忡忡 以致父母就很慌很乱 赶快要为孩子安排 所有的事情 详尽办法把孩子送出国 或者是详尽办法让孩子能够 学到更好的才艺 免得担心他输在起跑点上 那直升机父母对我们的孩子 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呢 第一个他们会依赖心过强 以致孩子缺乏自信心 因为父母都会帮助他了 他最后根本懒得去管 反正爸爸妈妈都要我照着他的方式做 所以慢慢慢慢他变成一个依赖心强的孩子 那甚至呢他的情绪困扰比较高 因为直升机父母一直介入孩子的生活 很难停下来 以致孩子会非常的厌烦 非常的厌倦 他的父母亲一天到晚介入他的生活 以致孩子会影响他的情绪 会自主性低 情感依赖 对生活不满意 比较容易陷入焦虑和忧郁 直升机父母呢 亲子问题比较多 因为在直升机父母的管理之下 不是每个孩子都能听从安排 随着年龄的增长 有的孩子想要自主决定生活中的小事 就会对父母过度的掌控 照顾会感到厌烦 那父母又说我是为你好啊 甚至更严厉的干预他 一定要照着他的话做 孩子的反弹就会很大 亲子关系就会有裂痕了 甚至当我们直升机父母过多的 专注在我们孩子身上 大量的投注关心我们的孩子 无形中就忽略了你们夫妻的关系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危机 那婚姻中毕竟最重要的就是夫妻的关系 家庭中夫妻关系第一 我们过去在节目中也反复的提到 所以别再做直升机父母了 我们赶快降落 停在停机皮上 好好的休息一下了 好休息一会就进到我们今天爱的小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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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要怎么样不做一个直升机父母呢 你的丈夫你的妻子 另外当我们不做一个直升机父母的时候 其实是训练孩子面对挫折 给他有机会面对挫折 人生只有一天他会长大要离开父母亲的 如果我们小的时候不从一点一点的挫折训练他去面对的时候 他将来长大就没有办法承接生命中更大的挫折跟风浪 如果我们一直做直升机父母 一直甚至上了大学 刚刚我们前面讲到 还在做直升机父母 他永远学不会自己去面对挫折解决问题 每一位父母都不希望我们孩子吃苦的 总希望孩子是一帆风顺的 那总希望孩子少吃点苦 每一件事情都是非常顺利的 所以我们就在他们的左右呢 帮他们下棋 撑上保护伞 甚至怕他们跑出你的保护伞 他就会受伤了 我们做父母的对孩子有太多的担心 除了要学习练习忍住不插手以外 我们也得学习安顿自己的焦虑的情绪 不要过分担忧 特别是神的儿女 上帝说他把孩子交在我们的手中 我们不过是他的代理看护者 真正的权柄呢 是在上帝的手中 所以孩子们在我们手里面 我们好好教养他们 然后帮助他们 陪伴他们 他们是属于神的孩子 所以神的孩子你不用担忧 神的儿女上帝 在每一个孩子的生命中 都有他的计划 是上帝的计划 不是父母给你的孩子的计划 所以放心吧 我们一点一点的放手 随着年龄 我们慢慢一点点的放手 让他能够有一天 就像放风筝一样 可以自由翱翔在空中 不要一直做一个直升机的父母 把那个绳子抓在你的手上 你很累 孩子也很累 他永远没有办法自由自在的 去活出他自我 而抓住风筝的那根线的你呢 也很累 因为你一直不敢放下来 以致你生活当中也没有自我 那是非常可惜的 我们就放手吧 让孩子慢慢的学习单飞 学习过他自己的生活 直升机的妈妈 你也可以喘一口气 躺过在青草地上 坐在一个漂亮的河岸边 喝一杯咖啡 好好的享受你放手的乐趣 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 拜拜 上帝祝福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Now I am no longer the same He touched me sing with us He touched me He touched me He touched me Oh He touched me And all the joy that floods my soul Something happened Something happened And now I know He touched me And made me whole And now I am no longer the same Je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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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re's just something I am no longer the same About that name About that name Master Savior My Jesus Like the fragrance After the rain After the rain Je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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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 all heaven And earth Proclaim Kings And kingdoms Shall all pass away But there's something But there's something A love That name I am no lo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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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grace I have no fear When Jesus walks beside me For I'm sheltered in The arms of God So let the storms rage high The dark clouds rise They won't worry me For I'm sheltered in Within the arms of God